我從裡放著就好了 哈囉 鴨蹄的車友們 大家好 沒有在這裡開過直播 今天要 小雪怪 要安裝 KT Racing 的避震器 那 改裝的避震器 功能上當然比較多 是高低還有軟硬 都可以調整的 這台的話是1.2 2014年1.2的小雪怪 KT的避震器 它是高 剛剛有說了 高低軟硬都能調整 那前面的話呢 有附上座 小雪怪很方便 我們把那個 跟Golf五代六代底盤器 是差不多 它把這個飾板呢 把它掀開之後呢 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那KT的避震器呢 從這個地方 就能做軟硬的調整 順時針 像我這樣子順時針 它就變硬 逆時針 就是變軟 從這個地方 就可以做阻捏的調整 而且呢 呃 就算呢 使用了一段時間 避震器的上座壞掉呢 也不用擔心 KT呢 它就有附一個避震器的上座 所以不用再拆 原來的上座來使用 而且它的上座的軸層啊 用的品質還不錯 使用日本口用的軸層 好 啊 前面的話呢 這個是 避震器的腳管 還有避震器的彈簧 它的裡面的 主寧友呢 是用意大利IP的主寧友 然後 它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是靠腳管相對的位置來改變車高 也就是說呢 這個腳管如果往上縮的話呢 它的整體長度變短 所以它的車高就變低了 那如果往下延伸的話 這個整體的長度變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剛來場的時候的話 它的輪胎上緣到葉子板 大概是八指幅左右 所以預計降低的幅度還蠻大的 預計啊 降低到三指幅 那這裡有一個 原廠的房清桿 上面有一個理載串 它的理載串鎖點呢 就等一下鎖在這裡 這個就都沿用原廠的機構就可以了 它1.2的話呢 它是小羊角 所以車主剛剛有說 它日後還會升級煞車系統 但是啊 1.2這種羊角 跟煞車 分卡錢呢 是一體的 所以呢 如果要改煞車的話呢 它的羊角啊 就要換成是大羊角 才有辦法改煞車系統 這是1.2升的雪怪 那裡面的避震器的 主要的油風呢 是用日本恩歐客的油風 油風的品質相當不錯 主尼有的話 是用意大利IP的主尼有 意大利IP的主尼有 算是還蠻昂貴的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是一整桶 從意大利 做貨櫃進來 不是授權來台灣 在做混裝的動作 所以它的油品的品質啊 相當的不錯 這個品牌是KT的 最高的辨識度就是 這個那個 蒂芬尼蘭 這是前面的懸吊系統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好了 後面 左後面已經裝好了 右後的話還沒有裝 它的底盤架構 其實車友們應該很多人都了解 它跟GOFU的五代六代呢 是很相近的 所以它的後懸吊系統呢 是彈簧跟邊緣器 分開的獨立懸吊 那它的鎖點呢 五代六代的鎖點啊 是還在仰角上面 七代的MQB底盤呢 它已經延伸到這裡了 所以它的 Golf七代的話 底盤跟六代 跟雅提的話 就稍微有點不太一樣 那雅提後面的上座部分呢 它是需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它上座下方有一個調整鈕 這個調整鈕呢 就是在調整後面阻尼的軟硬 一樣順時針的話就是變硬 白色這個呢 就是緩衝滿頭 防止啊 避震器觸體 那這個防塵燙呢 就是要為了要保護桶芯的 那壓體的後面齁 因為車主換了鋁圈跟輪胎 這個是阿達郎的輪胎 鋁圈齁 這個圈壓的很輕 大概八點多公斤而已 輪胎的規格是二二五四五十八 所以跟原來的十六十七寸的規格 不太一樣 那它剛剛來場的時候呢 大概是輪胎上遠到葉子板 大概是八指幅左右 大概這麼高 等一下預計降到三到四指幅左右 至於後面調整車高的方式 剛剛有介紹過了 如果要調整軟硬的話 是調整這裡 調整車高的話 跟一般前面的不太一樣 前面的話呢 是調整筒聲的長短 那後面的話 是調整彈簧上方的Hiro Key 從這個Hiro Key的地方呢 銀色的這兩個調整機構呢 燈都一直過曝了 這兩個托盤呢 往下延伸的時候 它的整體長度啊 變長 車高呢 就會變高 那這一個呢 它的筒聲的長短 只是為了要配合它的彈簧 來調整出適當的自由行程 後面的話 我們是呃 配置了 那個 六公斤的彈簧 好 後面是 那這一個濕帶的底盤齁 它在 當車高降低的時候齁 它的後輪的Camber角度呢 會變得比較趴 所以 比較容易吃輪胎的內側 但是降低的幅度 萬一很大的話呢 就有機會呢 要改仰角調整器 仰角調整器的規格 跟Golf五代六代是一樣的 可是它裡面的 下直幣的這裡齁 這個地方呢 這一顆就是一個偏心螺絲 所以可以靠這一顆偏心螺絲呢 在定位的時候啊 調整Camber的角度 除非降低的幅度非常非常的多呢 這個偏心螺絲的角度 才沒有辦法校正到 正常的Camber角度 那 如果校正不到的話 就需要改仰角調整器 正常來說 一般都是靠這一顆偏心螺絲呢 就有辦法校正出 適當的Camber角度 我們來看一下Yati的屁股 右後的話還在拆霜 右前也還在拆霜當中 這個是原廠拆下來的避霜器 這裡的話 這個就是 直徑比較小的 M50的 它是50的 所以它的 它的小洋角就沒有辦法改煞車了 那上座的話 剛剛有說到了 我們都有附上座 所以原來的上座 即便是壞掉的話也沒關係 反正就都有附上座 後面的上座的話 就都要拆下原廠的來使用 跟Golf五代六代的裝法 還蠻捷徑的 那這邊的話 這個是後面的彈簧 這台有改了鋁圈 這裡有改了鋁圈 所以當車高降低之後的整理的氣勢呢 就會顯得很霸氣 這也是PS4的輪胎 我自己用這條還蠻不錯 蠻均衡的彈 最棒的是這顆鋁圈很輕 因為沒有在這裡直播過 所以呢 安裝便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車友對壓體要改裝便器 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公司也有VH相關的車系啊 可以借車友試乘試開看看 那覺得這個乘坐起來的感覺 有滿意的話呢 再來考慮安裝就好了 試便器最棒的方式 就是試試多試試車友 安裝不同品牌的那個乘坐感覺 才是最客觀的 那我們KT KT的話呢 也都有FB也都有粉絲團 可以到我們的那個粉絲團詢問 詢價 因為這裡的話 就單純是跟大家分享安裝的過程而已 如果對KT便器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到我們的那個粉絲團詢問一下小編 那今天的安裝差不多快快完成 所以如果車友們有興趣的話 再跟我聯絡 或者是到KT Racing的粉絲團 詢問我們KT的那個小編 那謝謝大家的收看 下次有再裝到壓體的話 雪怪的話 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